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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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是排湾组的梁明辉 迪不乱 大家好 好 其实梁老师在我们的教育界已经30年了 从他从国小国中主任一直到后来的志工 其实他30年的经历我们可以让他多分享一些 好 欢迎您 第二位是来自台中市智庸高中的训组组组组长 杨智利 比喻瓦利斯 他是我们的代言 大家好 我来自南投协仁爱乡 我叫杨智利 非常谢谢大家 欢迎您 第三位也是关心原住民教育的教授 他是政大民族学系的教授王亚平 王教授您好 各位朋友 大家心存如意 我是政大民族系的王亚平 大家好 杨智利 哥哥 姚普朗 好 教授欢迎您 好 第四位是来自阿里部落的头目 Lavlands头目 包基成 包头目您好 主持人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我是来自屏东县屋台乡阿里部落的头目 我真正的在过去还没有退休之前 是从事于教育工作 国小八年 国中二十一年 三十年的教学的经验 是 很高兴 好 欢迎您 好 第五位我们要介绍 其实也跟包头目是同一个族群 他是我们卢凯族人 他之前是在毕业于政大的民族系 将来要读的是政大民族研究所 他是我们的陈瑶 你好 萨包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屏东三里门的罗凯族 我叫陈瑶 苏联 好 今天关于这个原住民青少年 在学校的就学的状况 如果在镜头前的部落的族人 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打我们的专线 专线的电话 在以下这里显示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所要讨论的题目 先来看以下的新闻报道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重要的成长阶段 不但生理以及心理都会发生变化之外 还得承受繁重的升学压力 但原住民孩子一旦离开母体文化 进入以主流族群文化为主体的教育体制 学习的情况到底如何 过去官方没有正式调查 为了了解原住民学生 在学校的就学适应情况 行政委员会在民国95年 连续三年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原住民学生 不论在哪一个学制的阶段 都出现了学习适应力不佳的情形 甚至整体的平均值都在中间标准值以下 到底有哪些原因造成了这样的调查结果 有学者观察到原住民青少年 在学校出现适应不良的情形 由于部分是来自于身份的认同 甚至会因为文化的差异 而对学校产生疏离感 也有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 在原住民国中生的就学状况发现 现代的原住民青少年 更缺乏的是家庭生活的支持 原住民学生在校的适应困难 原因复杂 文化差异 家庭支持度与现行的降化教育体制 都会直接影响到原住民学生 在学校的学习适应能力 但当原住民家庭的青少年 开始出现学习低落 或者是观念行为偏差时 家长该如何面对 如何与青少年的孩子建立互动关系 而面对学习困难的原住民青少年 部落 家庭 以及学校 可以提供哪些协助呢 好 我们先来看 当初在95学年一直到97学年 其实行政院民会做了一个这样子 比较特殊的一个调查 来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怎样去调查我们原住民学生 在学校的就学状况呢 其实他有分六大类来去分析 第一大类比如说是问题解决能力 然后第二大类是家庭跟人际的关系 第三类是个人的自信 第四类是学习适应的能力 第五个是情绪适应力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价值判断力 由这两个面向我们去来分析一下 现在原住民的学生整个就学适应的状况 到底是如何呢 那有一个中间词可以让大家看 其实中间词是三 也就是说在中间的标准词 会觉得有一个现象比较特殊的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颜色 其实代表不同的学质 我们就发现到不管任何国小 国中高中大专高职呢 在学习适应能力的这部分呢 都是在中间值以下 平均是比较低的 那这个学习适应力呢 其实会影响学习效果 我们刚刚在节目已经说了 其实影响这样子的一个学习适应能力 它的背后的因素相当的一个复杂 所以我先请教一下就是梁主任 就您三十年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经验来看 那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适应力的一个比较 您会觉得您很讶异吗 还是您接触的学生情况是如何 请您稍微分享 谢谢 我们国内有一个学者 叫高淑芳教授 高淑芳教授呢 他曾经针对原住民最近十年来 那学生参加这个国中基本学历测验 还有大学入学学科能力测验 还有大学入学指定考试的这个成绩呢 发现跟一般汉族的学生 一般学生来比较的话呢 他发现平均分数差距很多 很大 然后呢每一年每一年这个差距越来越大 那从这里呢就可以知道 刚才的那张表 真的是跟这个高教授所做的调查 是符合的 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 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原住民学生呢 他无法适应目前的 我们中华民国的教育制度 也就是说目前我们所使用的教科书 所使用的教材 是 我们原住民孩子们呢 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成绩呢会越来越差 所以我们必须呢 要深深的要去思考 如果再继续这个样子下去 绝对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孩子呢 能够快乐的学习 所以梁理事长您的认为是说 因为文化的问题吗 就是我们的孩子如果离开了自己的文化 进到主流教育的文化 其实有一些差异 会让孩子在学习这个部分 会产生矛盾 甚至缺乏自信心吗 我认为文化差异是最大的 最大的因素 因为毕竟 比如说你今天 你要叫小白兔 跟这个松鼠 来比赛爬树 谁爬得快 是 我们现在呢 为什么我们孩子们 会读得这么辛苦 就是因为 我们中华民国的教育制度 是单轨制 所有原住民学生 必须要参加联考 全台湾所有的学生 不论你是什么民主 都要一起参加联考 那如果说 联考考试的范围 都是以主流文化为主的话 那这群孩子会吃尽苦头 好 我们先请教一位 我们在场最年轻的 就是陈瑶 陈瑶 我跟你请教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图表 虽然是很冰冷的一个数据 我们看到都是在 中间值以下的一个数据 来做一个显示 不过就你的 整个成长的经验里头 你有没有发生过 你曾经也对于 就是说自我的认同 或者是说在学习上 你曾经有觉得 真的适应不良 一度想放弃 或者是你周遭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可以帮我分享一下吗 我个人是到高中的时候 才有很明显的 文化差异的这个部分 因为高中进入大学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 升学优待的措施 那其实讲实在话的 一般的平地生 都不会觉得说 我们现在原住民学生 跟他们有什么差别 因为穿着衣服一样 讲的话一样 吃的东西一样 生活习惯也都一样 所以他们不觉得 到底有什么差别 甚至有些学生会觉得 我的家境可能比他好 那我到底凭借着哪一点 可以跟他们讲说 我是原住民 我有什么原因 所以我可以加分 那你那时候 你会自己 也会怀疑自己吗 对会 就是因为我的 很好的朋友问了我说 他讲了比较激烈一点 就问说 原住民凭什么 可以加分这句话 然后让我就是开始去思考是说 我是不是我凭借了什么 可以跟人家讲说 对我这个加分他的制度的 当然制度也是因为有一些 有一些设计的不良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时候 让我开始察觉到说 我好像是不是跟他们文化有所不同 或者是说 我是不是在哪个地方 我的认同开始出现 就是我觉得就是像刚刚我们老师之前有提到 好像文化双芒的这个部分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当时候 你说你是在高中的时候 发生这样的状况 那会造成说 你在学校里面 你没有办法去调解 比如说你跟同学 或者是你面对老师 你会觉得 有点适应不良的状况吗 面对老师会 同学倒是不会 怎么说 面对老师为什么会 因为成绩 因为我进入雄云也是 那时候国中到高中 也是有一个 是很好的学长 对 就是加分的一个制度 所以其实老师讲 我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 成绩非常非常的差 然后差到是我从小到大 国小到国中从来没有的成绩 然后甚至是班上了倒数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挫折很大 挫折很大 可是我又好强 不敢跟家里人说 所以其实很多苦都是往自己肚子里面吞 对 那你后来怎么要去适应 我觉得就是去找到读书的方法 然后去多去跟 就是自己一个人去适应 没有就是跟很多原住民的同学 或者是请教一些成绩比较好的同学 对 然后去 然后除了我觉得学业这部分之外 是要找到一个在都市里面的一个家 比如说我跟原住民的同学 一起去读书 一起去探讨一些文化的议题 然后让一方面我的成绩可以进步 一方面可以让我的认同可以比较扎实 我觉得你是比较用比较积极的态度 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 对 不过想请愿一下那个王老师王教授 其实我知道政大其实也做了一个学生适应状况的调查 你可以稍微帮我们解释一下 当初的调查情况跟结果 稍微有没有比较特殊的现象 也值得我们来探讨的 对 谢谢 那个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就是 故事是这样的 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啊 就是学校有一个公文 然后呢希望我们做一个大专学生的原住民中错情形的调查报告 然后那个公文啊因为在学校没有人会特别去注意说你是不是原住民学生 然后他就各科系调查 他调查了很久才找出来有三位原住民学生 然后那时候我的心里面是想说 这些原住民学生可能都是部落最优秀的今年 可是他被退学了 竟然无声无息 然后在学校的登记的因素里面就只有写个人因素 然后什么经济因素 然后其他就不可考 然后甚至他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没有人去关心 那因为当时候我长期就是常常跟原住民的学生社团的学生在一起 那刚好我担任那个教学发展中心组长的位置 然后我们那个教学发展中心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大学的学生 来自各个不同学校的学生 还有包括外籍生啊乔生 让他们找到正确的学习方法 那在那个因缘底下我就跟我的主管报告说 我们可以进行那个小型的研究调查计划 所以因为这样我就把政大的所有的原住民学生 153个全部调查出来 然后呢我发现他是来自哪一个组 然后呢就由原住民的学生去访问这些考上政大学生 那能够考上政大都已经是最优秀的 可是你听他们受教育的经验里面 有很多都是像陈瑶这种故事 譬如说他通常国小的时候都非常的乐天之命 而且表现非常的杰出 而且都是部落非常好 通常会产生认同问题都是在国中 因为国中可能就到都会去去念书 那因为我们的整个国家不重视文化差异 然后整个的学习是适应是以主流为主 所以在这里就很多的那个适应困难 然后又求助无门 那那个时候就已经淘汰过一些了 所以他们第一场硬仗是在国中 然后那个时候又牵涉到生理身体的变化 然后就开始怀疑我是谁 然后可能又有一些歧视的问题 像有学生就有提到说他 因为是原住民学生去访问的 所以他们比较敢讲 就是讲说他在班上就直接被歧视 那甚至也有在都会去念 就是因为加分考上建宗的那个男孩子 然后那个学生就问他说 将来如果你有机会 你会让你的孩子继续念建宗 他说不会 他说那个学校对我们原住民很不友善 我不希望我的我后续的学弟妹再进去那个丛林 就是他就这样来表达 所以就是说其实那个学校的友善环境 其实会非常重要的 那经过了这个调查报告 我们也去呼吁说 其实就是我们除了让加分 其实是一个 加分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升学优待措施 而且他让原住民的学生产生 本来是一个文化差异的一个调试 就会变成一个污名化的认同的一个来源 所以应该是要配套的有一些 制度性的设施来帮助这些孩子 所以那时候在政大的时候 我们就有设那个原住民学生的辅导员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放大 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是说 为什么好像所有的数据都低于常态 那这个是在全世界的少数民族都是这样 那包括我们去纽西兰的时候 纽西兰的教育应该是办得最好的 可是纽西兰的那个国际教育师的那个专员 就当面跟我们承认说用我们白人的教育的方式来教育毛利组 是错误的 他们正式承认错误 因为他说所有的数据都都是没有办法改善他们的处境 所以这个学习司令第一下是普遍性的问题 那这里面就是文化差异跟那个就是其他的那种制度配套的问题 那我是觉得很值得大家重新去去衡量 不要一直在好像是觉得好像过去大家会用学习适应来讲 就好像是觉得是不是我们原住民能力的问题 可是我们没有去注意是其实是要去关键是文化差异的问题 是那个比喻瓦里斯就是杨组长 我想您之前也做过一些的研究的调查 刚刚那个王教授特别提到那个文化差异 我记得你也写过一篇文章 你看到就是因为我们的原住民的孩子进到主流教育的体制里头 对学校会产生一种就是疏离感 这个是不是也是文化差异所造成的 我想先听看看您的看法 那么因为我这主要针对就是在高子生这个区块 那么对我来就是就我在观察看来 高子生他就原住民学生他在就读高子的时候 他在就读前他在科系的选择上 他就已经有一个很大的障碍 对因为就原住民学生来讲 他的家长还有他的家庭 还有他所处的环境 他那个那一些输出勃勃 或者那一些对他来讲的那些成人们 那几乎他们的工作属性大概都差不多 大概都是属于属于那种高劳力 高劳力不然就均匀公教 就是他对于那个职业的选择性 就是他可以对职业那种选择性的认知是不足的 那么所以说在这个部分呢 对于原住民学生来讲 他在选择高子就读的时候 那么很多时候他是因为被分数 被分数所影响 对那么再来就对职业本身的那个认知不足 所以就是我们来看一个就是比如说像杨主任所服务的学校 是台中的自用高中 他其实是一个高职学校 也有高中普通科 来看一下高职学生呢 现在的状况是如何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呢 这是透过教育部在97学年度的一个调查 在全国高职毕业生升学就业的概况 来看一下 其实您看到这个数据 从原住民的学生跟全体高职生 全体高职生他在毕业之后呢 几乎有76%将近八成他会选择他就是要继续升学 那原住民只有56% 60%不到他会选择 那其他的原住民学生都在做什么呢 可能25%要就业了 但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就是说有一些学生他没有升学 他也没有就业 然后还有其他类别是占17.42% 跟一般的学生来说 其实到全体的高职生只有8%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可是原住民学生的普遍对于未来好像是茫茫然 他并不晓得他要做什么 那我这边再请教一下那个组长 对于这样子的数据的呈现 您刚刚也说 其实原住民学生几乎我们现在来看 几乎有1%的学生在中等教育他是选择高职 可是他有17%的学生 他毕业之后他不知道要做什么 他也不想升学 这到底原因是什么 你可以帮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吗 就应该要这么说 即使那升学46% 他可能也不知道他未来要干什么 就是说那么 但是我觉得比较 我这边的在民国96年的数据 我这边是有统计出来 那么在高中职员中途失学人数呢 高中加高的大概是234人 那么在高职的中途失学人数大概是108人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数据大概是已经是逼近一半 但是就我们整个高中的就整个高中职这样的一个环境 高职学生他在中途失学这样的一个那个 这样的一个状况确实是非常严重 是 那你自己有没有去探讨说 他到底什么原因的状况才会发生这样子 嗯 这个部分 事实上我在100年做了一个研究 就有关于那个原住民学 高职原住民学生对于他所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说在那个学校的那个学习适应的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底下 事实上他和在民国96年的数据事实上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 是 因为我发现在民国100年的时候 他学生在这个学习的那个适应 也就是说他在那个学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他是可以他大概是属于中等 中等左右左右的一个状况 左右的一个状况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想 事实上就个体来看 就个体的信念来看 很多原住民学生他在学校做 他在学校的一些 他在学校的一些所谓的一些选择或者是认同 他有很多时候是被迫的 怎么说 就是为了 因为毕竟他在学校他算是比较少数的一个族群 那么很多时候在这个这个时候的年轻人里面 他们大概都会比较希望能够得到同才的认同 同才的关系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区块 那么他可能为了要得到一个同才的认同 所以说他会去暂时去摒弃他本身的 他会暂时去摒弃他本身的那个 就是说他本身的需要去符合大家的那个认同量 OK 好 那梁老师是想要补充一些 对 就我以前所服务过的国中 还有现在我所认识的高职 我也针对于就是说这一群孩子们 他们所感到困扰的问题 我也曾经做过问卷 那根据我所做的一个我私人所做的一个调查 我发现困扰他们很大的一个问题是 当然第一个是学业了 跟不上嘛 你看国中占百分之九十一 到高中值的时候就到百分之九十五了 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家庭经济 家庭经济 普遍也都不好 你看这个国中生有百分之八十 他说家庭经济是他很大的一个担忧 那到高中值的时候他已经到百分之七十五 也是很高 家庭的经济因素 对 家庭的经济因素 其实我想包头目也是在国小国中都有服务过嘛 对不对 那其实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在学校里面的原住民学生 适应有出现问题其实包括文化差异有 家庭的经济也有压力 那就您来看 你怎么去解读这样子的一个数据背后的原因 可以帮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这个适应力也关键到这个是不是在一个支持性的环境 你所谓支持性的环境是指家庭还是学校 我所谓支持性的环境有两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家庭的因素 当然是占绝诈大多数在我们后面的第三个议题里面会着重这个议题 我所谓支持性的环境就是说这个孩子呢 他本身的基本的学历那就是根本的问题 可以发现为什么程雅能够走出来 是因为他有基本的那个能力在的 他可以自觉的 因为有能力可以自觉可以找出口的 问题是这个支持性的环境 包括刚刚杨主长讲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 同才的这个认同 那我们这个组织教育里面主流文化里面 这个 这位同学他很会读书的 他可能会忘记你是原住民的 可能忘记你是原住民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说他自己本身他选择他是忘记自己的身份 不是忘记自己的身份 是同学经冠性是不会歧视你了 因为你是靠实力的 并不是靠加分诱待的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 你这个支持性的环境里面 就是同才认同你这个学程跟得上 所以你在这个歧视啊 或者是你未来的这个升学之路 包括加分这个部分的话 那个加分的部分等一下再说了 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的语会符号的这个能力 在原乡部落的话 我们的符号这个语会逻辑推理思考 我们是原住民的思考 原住民的这个语言 如果是我们进到这个部落来 像国小的时候 我们学的是汉语的这个逻辑的这个 语言符号 所以落差很大 我必须要再去学这个外来语 可能有一些人说 他从小也是跟我们学这个 也是从小在学这个 我们所谓的语文都完全是一样的 可是呢 有些时候我们在 说法 我们的说法都不太一样 你不了解我的明白 同样的书本 我也不了解他的明白的时候 我怎么样的去把这个 所谓的基本的学历的语文能力 这个关键的能力 能够把它学好 所以当孩子们 那个基本的这个 他所谓的这个语文能力 如果没有突破的时候 其他的关键能力 还有他的适应能力 可能就会困难重重 那从国小开始 那从国小开始一路走来走到国中 他这些家庭的因素 父不爱 母不疼 然后学不管 师不理 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呢 这个孩子会不会学坏 会 得不到支持性的环境 当然会学坏 当然实义力就变差了 是 那我们再先半个小时 我们现在目前所要讨论的 就是在学校的原住民学生的 他整个学习适应能力 我们刚好听出来 各位来宾所谈到 就是文化的差异 还有包括家庭的因素 甚至在同才之间 能不能支持他 认同他 都会影响这些原住民学生的 在学校的整个学习适应力 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当我们的家里的孩子 遇到这样子的困难的时候 我们家长要怎么来协助他 学校能怎么协助他 现在的做法有哪些 再待会我们要进行原地 发生第二阶段讨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你们俩名字 就是这三阶段讨论 奔发生第二阶段训 Men俩川上上 ① 作品天烹饪 梳悦 联冥 我八度 我八度 根本两次 我黑乡 俩 川下 每三cción 互 每段令我难忘的旅程是来自愈 每次触动心灵深处的收获 而我马修连恩是透过美食记录原味真情的旅人 布洛二人猪 今天布洛二人猪来到屏东县狮子乡 寻找百年前突然消失的神秘王国 还有帮忙采取有排湾族红宝石之城的猎人饼 并且仿佛走进任意门 在布洛竟然可以走到欧洲 还有跋山涉水 只为了采取大自然最珍贵的绿色保障 每周四晚间九点到十点 布洛二人猪与你来分享 我来回来 你知道吗? 他来回来 能有词 摹除了 就这样 你会找到 我来吧 你好 我来早就älle 我来回来 我来迷你 Design 我来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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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原地发生 今天我们所要关注的是家里的青少年 在整个学校的就学的状况 而我们翻阅过去的官方的资料 我们就发现 我们原住民的青少年在学校 不管是从国小一直到大学 都出现了学习适应能力 比较有困难的问题 而刚刚上个半小时 我们也发现到这几个来宾 关注在原住民教育都有发现 其实文化的差异 家庭的经济的压力 都会造成这些孩子在学校 适应困难的一个原因 我们接下来要补充的一个说明 其实像杨组长 您自己也是在北部求学 在中部求学 但是你是从部落 然后一直到都会去求学 您在那时候 适应的能力的状况是如何 你怎么去度过这样子的一个 整个可能会在十几岁就发生了 可能自我认同或是如何去面对 你的同才看你 刚刚我要这个在讲这之前 我要先那个献说一下 我非常支持刚刚那个包主任 你刚刚提到包头目 你刚刚提到那个 有所谓就是成绩好的话 那么同学之间对你的认同 同学之间对你的那个歧视感 大概就会消除 那么在我求学经里面 我在读高 我是高职 我是高中是读高职 我在读高职的那个第一年 我遇到一个非常 让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震撼的 那个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师生关系的一个 一个负面 一个负向的一个表 一个负面的表现 那我记得那时候老师上了第一堂课 他问我说 他就问全班说 听说我们班上有一位全校唯一的原住民学生 我非常开心 全校唯一的原住民学生 他在教室里面就是问这个问题 对 然后呢 我那时候非常开心 我那时候心里还在低估着说 这个老师可能也要对我包讲什么的 那我就非常开心的 我就举手了 那老师第一句话是说 你很糟糕 我吓到了 他完全没有问你 对 他说你很糟糕 然后我就 我当时吓到牙口无言 那么后来他就接着讲 然后他说 你 他说你加了分 为什么才读到这所学校而已 他是在公开场合这样子说 在全班 全班都吓一大跳 那么我觉得还好 我就说在我那个求学的环境 毕竟我所就读那学校 毕竟在中部地区来讲 他算是蛮好的一所高职 那么同学对我的那个 对我的支持也是很高的 但是当天晚上我印象很深刻 我当天晚上我是不睡觉 你有痛哭流涕一个晚上吗 我在浴室里面哭 真的 哭了一个多小时 对不对 然后那时候同学就很紧张 就到浴室里面把我带出来 那时候同学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那如果说你认为老师对你 是这样不友善的话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的表现给他看 跟我讲这个学生他不是原住民 那么所以说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考试 包含模拟考 那我就考那个他的 只要是遇到他出题的那个科目 我大概都会考到全科第一名到第二名 这样的成绩 甚至有些时候是硬着头皮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读下去 然后一直到第二次月考的时候 应该说在模拟考的时候 他又在全班说了一句话 他说 他说你第一次成绩考得好 第二次又考得很好 我然后现在模拟考 你又考得那么好 那么我想觉得你是不是有作弊 他怀疑你作弊 他怀疑我作弊 对啊 听起来原住民学生真的很辛苦 他怀疑我 他优秀也有负责的 因为我后来选择的方式我觉得 那个是因为整个全班都非常支持我 做这样的行为 因为我发现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没有学生是用善效的方式来对待这样的一个 对待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就直接走到老师面前把考卷拿在手上 我说老师 我说不然你怀疑的话 你就再出一张考题给我好了 我说我当场写给你看 对 我想跟您请教就是那时候的你 大概才十五十六十七岁 对不对 那个时候是高一 对 这个年纪是非常小 你怎么去调试 是因为我相信电视机前面的很多的 昨日朋友也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谈话 在我们的同学里面可能就是消极 我就放弃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 还是要讲一下这个数据 因为这高职原住民学生失学的原因 你知道吗 学校啊 学生对于学校竟然有百分之四十一点 其他认为学校不适合他 他就离开了 你当时为什么不决定你放弃 还是你就觉得说 我要继续做一个好的榜样给老师看原住民学生很优秀 当然我到我到读了大学之后 我才慢慢会体会到说我当时为什么会有那样一个 会有那样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表现 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表现 因为当我读到大学之后 我发现我有很多身旁周遭很多原住民同学 包含学长姐 政大了也好 台大了也好 我们大家都遇到类似同样的状况 甚至还有类似像那个我们政大达乱的同学那样的 他也是政大毕业的 政大法律系毕业的 那么他当时读台南一中的时候 那么同学跟他讲你凭什么加分 后来他跟老师讲他不要拿黄色的那个报名单 他要拿白色的 老师和他的父母亲非常的紧张 你说他不要用加分制度 后来结果他就用这张报名表 用没有加分的报名表去报名的大转年考 当年就考上了政大法律系 对 所以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那个 这样的一个例子 慢慢在我身旁出现说 我就发现说 事实上真的能够到北部 这些学校来读书的原住民学生 真的他们他们在他们那个 他们在他们那个 应该说他们的那个 求学的选择上 甚至说他们的心理适应策略上 那这个有在我的那个论文里面 我有提到 就是说当你面临到困境的时候 你的心理适应 这样的一个策略 你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我发现很多非常优秀的原住民学生 他们大概都会采取这种比较积极的 比较正向的 然后就是我这么做事 为了要证明给你看 我你们 我真的是可以办得到 是 梁老师在你的整个教育生涯里面 我相信遇到像这样子的 比喻这样子的学生 其实不知道是多还是少 你可以不可以稍微也回想一下 像这样子的学生 在原住民的学生算是多的吗 还是大部分 还是认为说 他真的没有办法适应下去 或是怎么去支持他们 你曾经辅导过的学生 请说 请分享一下 在我三十年的教育生涯里面 我发现我的学生 有一些人最后是成功了 OK 有一些人是最后是堕落了 或者是没有什么表现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 完全是在于几个因素 第一个 就是刚才像陈瑶他所说的 自己本身要自力自强 原住民学生自己本身 你自己要加油 你遇到困难 都要正面思考 这样的话 你就会克服很多的问题 第二个是 我们原住民的家长 支持性太少了 为什么支持性太少呢 就是因为 大家都是忙着去生计 为了要赚钱 所以孩子们还有家庭 往往就没有办法 好好的照顾 我发现那些孩子们 最后成功了 有很多都是因为 家长全力的支持 在那个时候 看到孩子发生困难的时候 家长是马上去协助的 没有错 像我曾经看到有一个家长 为了要陪孩子学小提琴 他还不习的 就是每一个星期六 他还从屏东 搭火车 陪孩子 就是到台中去学习 学习完了 你看 再赶回来 他的母亲本来是那一天 他有班要上 但是他说就不赚这个钱 他无论如何就要支持自己的孩子 让他努力向上 那孩子看到父母亲 这么样的投入 这么样的有诚意 孩子们也会有向上的那个心 那当然 这个孩子最后能够成功 也还有很多的因素 有的是同侠的朋友们的鼓励 还有老师 就像让主长这样子同学 还有老师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你遇到贵人 遇到那么好的老师 他一直支持你 所以你最后就成功了 像王教授 你刚刚听到那个主长这样子 分享他的人生的一个 真的不是很好的一个经验 但是却激励他向上 您在您的学生有没有几个例子 你也可以拿来分享一下 来提供原住民的家长 或是原住民现在在就学的青少年 在我们做这个调查访问里面 的确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不过我可以也分享一下 我自己也是有遭遇过这样的情形 因为我是农村长大 那其实我那时候念台中女中 应该是中部武县市最优秀的学校 而且考上去的时候 应该是很不错的 可是第一个月的时候 也遇到很多适应的问题 然后就是第一次月考下来 数学就是不及格了 然后那时候我是那个乡镇 国中算是很就是很优秀 可是你要去补习的话 补习费很贵 然后你知道家里根本不可能给你钱 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妈妈 大概一个月就 一个礼拜就给我500块 然后我要回家的时候 就要先把要回家的车钱留着 然后吃饭的时候都是自助餐 去打捞那个当打捞队 就是只能点一样菜一样饭 那再捞那个汤里面的菜 当成一样菜这样 然后那时候更有一个 就遇到那种城乡差异是 我只要一开口的话 我的同学都会笑我 可是其实我国小是演讲比赛 可是我只要一开口 他们就觉得我台湾国语 他会觉得说你是乡下来的小孩 然后那种心里的那种焦虑 不认同那种真的是很紧张很紧张 不过我觉得我要就是赞同一下包头目 后来为什么会对学生很好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比他幸运 我遇到的老师不像你 你的老师我然后觉得说 天哪怎么会有这么老师 怎么台湾会有教育这么老师 真的不可惜 我遇到的老师是很好 然后他就发现我有失应的困难 因为我们可能会写周记 然后他有发现到说 这个孩子需要鼓励 然后他就找我约谈 然后甚至还请我吃饭 然后很照顾我 所以我觉得我高中的那个地 就是那个贵人 就让我没有堕落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家庭支持系统 因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都给你丰富的爱 虽然家里穷 但是有很强的爱 你想要堕落的时候 譬如说同学会去打电动玩具 要去听歌跳舞KTV 可是你每次要接受诱惑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说 爸爸妈妈很辛苦 所以就是会再继续回来 那个证那个没有中错 但是我们农村的情况也是一样 就是都是很优秀的学生 去考前三志愿 可是就是有的人可以念上去 有的人就中错了 那跟原住民一样 但是原住民最大的差异是在哪里 就是文化差异 因为那个文化差异的那个商 会比我们只是城乡差异还要更重 那个认同上面 还有那个困境和处置 认同会有矛盾 是 所以我是觉得这可能那个支持系统上面 还有老师的那个多元文化素养方面 要更注意 对 这很重要 我们待会再请来宾继续分享 不过我们有几位的观众朋友 已经在我们线上 我们先听一下 还有我们的主人怎么讲好不好 来在高雄的布农族林先生您好 请说 是林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你好 是 专家学者您好 你好 我发觉到我们现在原住民最大的 是请说 最大的一点就是 经济家庭经济能力 有的小孩子 原住民的小孩子很聪明 可是他们父母亲在经济的允许下 也是把小孩子休学 可是我现在有四个小孩子 我尽量对他们从国小 到现在一直读书 也给他们加入案情班级 带课外的辅导 是 可是我发觉到原住民的小孩子并不笨 是 因为他们好像有一种 免疫的抵抗力 也许是经济的关系 可是我赚的不多 可是我还是尽量的跟平地的学生 一起补习 一起上案情班 可是我发觉到真的 原住民的小孩子不笨 是 他们就可以跟那个什么 一般的平地生考 差不多八九十分 因为我现在又转到一个 高雄市说 平时是最考试比较难的学校 可是他们还是考上八十几分 是 很棒 谢谢 好 谢谢 我想这位是一位父亲 他很努力在关注他孩子的教育 那接下来这位是南投的布侬子 阿布什小姐 你好 是 你好 阿布什请说 其实在场来宾讲的话 我都很认同 那其实部落的孩子要念书 其实需要很大的帮助 就以我自己的案例来看 像比如说 其实从国中开始 原住民的学生要升高中 其实就已经遇到很多的困难 比如说像原住民孩子 在要不要选择读哪一个地方 或是要怎么做 其实都受到同才影响很大 因为原住民孩子 去到外线市念书 如果没有碰到自己的同才 其实都会很担心说 没有一个熟悉的人 在自己的身边 所以同才决定说 那我们要读哪里 那我们就读哪里好了 那另外就是说 有一些学生 为什么会中错 或是没有念书 或者是说 还不晓得自己要往哪里去 其实家庭环境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家长比如说 对孩子他的学科 如果不是很了解 他的程度到哪里 或是他适合到哪里的时候 其实他根本也不晓得 如何指引自己的孩子 还有就是 有没有碰到一个好老师 我自己觉得早期 我不知道现在的老师是怎样 可是我觉得早期的 非原住民老师 碰到原住民孩子 在学业上面 其实都不会主动 给他们一个指引说 你适合什么样的学校 其实相对来讲 我觉得他们对原住民孩子 是采取比较放弃的态度 这个是早期啦 那所以我会觉得是说 原住民孩子的担忧 其实真的比偏乡来讲 更严重 因为他要面对的是文化差异 还有要面对的是 家庭环境的经济压力 有些家长觉得说 孩子不读书也没关系 早一点帮忙处理家记 给予家记 所以我觉得是说 如果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家庭 还有遇到一个好老师 还有所谓部落的知识体系 或是社会的 就是政府单位 应该要有一个这样的机制说 帮助孩子 适财适性 指引他们一个很好的方向 谢谢 谢谢阿布什小姐 那其实我还蛮感动 这两通电话 那第一通电话 我觉得这个林爸爸 他说他 我听得出来 他可能在经济上面 其实是可能 没有办法高收入 但是他用他最有限的能力 他提供四个孩子 非常好的一个教育 我想包头目 我想在这个部分 您可不可以稍微谈一下 就您的所接触的学生的经验里头 像林爸爸这样子的父亲 影响孩子的 你有没有遇过 那甚至呢 您觉得 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谈到的问题 或听到梁组长分享他的人生经验 你有没有什么 还想要再继续分享的 所以我刚刚听这个林先生 不能组织这位同胞讲这个话 郭琪有一些回忆 是 因为我父亲跟我母亲 我们在偏向阿里布陆 非常的偏向一个地方 从那个地方到我的就学地 大概要走八个小时 再同时要一个小时 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 我父亲跟我母亲 在我七岁离开的时候 讲的一句话 你尽量的去读书 我们再怎么穷 也要让你把它读完 那么这句话就是感动了我 从小就是在 在一个知识性的一个环境 所以这个林先生四个孩子 真的孩子不笨 家庭 刚才那个阿布什小姐她讲的也对了 都是家庭的 知识性的最基本功还是来自家庭了 了解 所以我想 包括我们梁组认的那一本书里面 你可以发现 要解决我们孩子的这个适应的问题 都围绕在家庭 家庭占百分之六十 才来自一个大环境 虽然看那个数据 好像学校的因素 好像比例很重的样子 其实事实上基本功还是在家庭里面 如果我们的父母亲就像林先生 虽然是这个可能是逐工作地而居 或者是逐工程而居的 小孩子们也是逐这个家长的工作地去救学 也可能会有种文化差异的这个问题 但是家庭是最后的一个温暖的窝了 有一个温暖的窝 这个知识性这个力量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 好那其实我们在现场来宾也都很呼吁 原住民家长如果面对自己的孩子 你真的有发现到他随时适应力的困难的时候 真的不要放弃 甚至上我记得梁主任的书里面 就如何去陪伴他走这条路 其实家长是可以主动跟学校来做一个联系 我们待会再请教梁主任 如果家里有这样的孩子的时候 到底我们身为父母亲的要怎么帮助他 不过现在有一位来自我们赛下主在苗栗的 一位高主任打电话进来来谈今天的一个问题 高主任请说 高主任 是请说 你好请说 我是苗栗南庄某国中的主任 其实我听到我们所讲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学生的学习 在我们学校来讲里面 通常是我在所有的学习过程当中 我们毕竟是陪伴学生 我自己小孩子虽然是国三 国中三年级 但是我小孩子虽然不太会读书 但是我是私心的发展 能够让你了解说 小孩子他整个学习的成长面是哪一个地方 可能属于运动体育 或是某些地方我们就多陪伴他 像我在国中的教学的方面 我们一直在辅导学生 就往这个方向 所以说在我刚刚听到 我们原室里面的长官都这样讲 其实我们学校方面是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小孩子 就是我的基本的观念 好 谢谢 谢谢高主任的分享 好 那其实刚刚我们一度听下来 其实包括粮食也是很重要 就是在学校里面 你当你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的时候 也会辅导你 那其实现在呢 学校跟家庭跟社区有一些做法 正在协助这些在学习适应力 有遇到困难的孩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则新闻 刚方调查原住民学生在学校学习适应力出现困难 而这个调查只有三年 没有后续追踪 也没有办法完全呈现数据背后的因素 但关心原住民族教育的人士就分析原因 其实除了家庭经济影响之外 更特殊的是原住民文化 本来就与主流族群的文化有差异 也会造成孩子对一般学习的学校产生疏离感 学理上学习声音不良 其实会影响学习效果 而为了要提升原住民学生的基本学科能力 在原住民地区都市地区的做法就是 加强课和辅导 像会在原住民地区的高益国小 今年寒假孩子就要到学校上课 读书 复习 学习心知识 练习狼狼 会不会想说寒假的时候应该想要去外面玩 可是还要来学校 不会啊 还是喜欢来学校 嗯 为什么 挺开心啊 新北市三峡的龙恩浦原住民国宅 当地的族人也透过民间团体成立客服班 让总是在下课回家后 没有人陪伴的孩子 能有个地方集体照顾 连父亲的教会也成为孩子们客服的地点 三峡国宗主任认为 家庭 社区的陪伴 对孩子的品德教育很重要 如果小孩子有这样从 从幼稚园国小国中 然后甚至到高中 然后再搭配他们大学的学生 寒暑假回来 去做社区营造 包含客服 还有办法办理活动跟家庭的教育 都可以做这样的连结的话 我相信这会改变 除了家庭社区的协助之外 如果学校课程设计上的突破 也能看出原住民学生的潜力无穷 平北高中的小清华原住民专班 结合了部落文化和生态保育课程 还到荷兰参加国际生态研讨会 平北高中小清华原住民专班 第一届的毕业生 在刚发布的大学学测表现 成绩亮眼 这群青少年与其他学生不同的事 在他们身上能够看见原住民文化的自信 台湾教育改革朝上多元教育多年 但整体原住民学生 各学制的学习适应力的评分 却表现最差 冰冷的数据是个事实 但也许该问个问题 如果一般学校的教育不再受到局限 让原住民学生不脱离自己的文化 学习适应能力的表现 会不会不再是个让人担心的问题呢 好 我们刚刚看到 比如说我们以现在的平北高中的 小新华的最新的一个学测 我们看到他们的学生里面 参加这次大学的学测里面 有在自然组的分数比例比较高 其实已经推翻了 大部分对一般人对原住民的印象 就是说你可能就是美术或是体育比较好 可是这群孩子 他们是自然组的分数最高 就是化学物理 那的确是跌破很多人的眼镜 我想我们的包头目其实也有看到这样子 你也去平北也上过原住民专班的课 刚刚最后一句我们问的问题就是 当文化加入在学校的课程里头 因为平北是这样子做原住民专班 它会影响到学生的适应能力会提高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让小清华这边的原住民专班的学测成绩会比较好 有没有直接的影响 包头目 首先恭喜这些孩子们 因为这些孩子们有上过我的课 一年级的时候有文化议题的这个课程 那么第二个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个三年前 清华大学有这样的一些MGO团队呢 这个进入到平北高中 当然很重要的是平北高中能够吸纳这样的一个机制 同时这个家长的信任 那这些其实我可以一直在强调的是 支持性的这个系统 这个环境很重要 那我想他们有助校的这个教授 那他们的这个课程也是多元文化的这个课程 从这个多元智慧论来定他们的这个教学的目标 跟一般学校是不太一样的吗 是完全不一样吗 他们是一般的这个 他们是一般的高中 了解 是一般的高中 一般的课程它是要顾到 那个是基本 我常常说基本的能力嘛 学历那个叫顾 但是他们的这个核心的课程 其实定位在我们这种的自然观察 还有对文化的这个认知这个部分 他们事实上 他们这个选秀课程 都有放这些议题课程在里面 也就是他们在这个三年的学程里面 除了主科国音宿舍制以外 其他的一些配套的这些课程 多元智慧论来讲的话 它也纳入到我们的文化民主的教育的这个课程里面 这是他成功的地方 会不会说因为民主教育这个课程 那进去书会排挤到主科呢 绝对没有 这个数据就出来了 那第二个我必须要强调的就是说 这家长现任这个学校 当时要进入到这个学校的这些学生 因为是第一届 是在实验的一个阶段 到底他们的成效如何 经过这三年的验证 这个验证是成功的 也非常感谢那教授 尤其是陈孙芬教授 他是陪伴的孩子们 这个连假日都 牺牲的假日都没有 你去那所学校 你看到那些原住民的学生 你看到他们是很有自信吗 非常有自信 而且是以原住民真的非常的自豪 他们对他们自己文化感到自豪 非常有豪气嘛 所以本身他们在平北高 包括平北高中 一般的学生和平地的同学呢 也不会说对这些同学们这个排斥 那我想说这个多元 多元的这样的一个教学 然后跟这些一般的同学的互动当中 我感觉不出有什么一种歧视 反而是一个在支持的一个系统 你不管是一般的同学也好 因为他们在社团活动里面 他们也要纳到跟一般的主流的 这些孩子们的一个互动 所以我想他并不是这种 闭关自首的在那边 一直在苦读那个要考试的科目而已 它是多元的一个课程去同时进行的 所以我觉得包裹幕讲到一个重点 当课程以多元 甚至以我们自己原住民文化来主轴的时候 小金华是一个对照组 那其实我知道杨组长他也花了五年的时间 做他的硕士研究的调查 他也发现当原住民的文化 就是母体的文化纳入进来 其实对学生影响非常大 你可不可以稍微帮我们解释一下 你后来研究的一种结果你发现什么 我这个研究主要是针对 那个原住民的文化资本 就是说他 当然文化资本的那个面向很多 那我把它拆成四个垢面 我把它第一个第二个就家庭的文化资本 那么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指说 我家庭里面我有多少文化的一些 有关可以让我去感染到原住民传统文化 这样一个环境 包含说母语 使用母语的频率 那么这个大概就是家庭文化资本 那么第二是传统文化的参与 部落有活动 我们是不是都会去参与 我非常喜欢去南部参加喜宴 因为我觉得那个 那个我们南部像排湾族 那个路卡族的婚礼 那充分表现出那个传统文化参与 这样的一个那个 他把婚礼变成是一个 而且我觉得像南部这样的婚礼 让我想到那个几年前 那个日本当很多人在那个 就当我记得商业周刊 有在探讨日本 他们那个软文软文化的实力 那我觉得南部在这个地方 南部的原住民在这个地方 真的是充分的表现出软文化的实力 对 然后再来第三个组流文化的世袭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当然毕竟因为我的目的 主要就是让 就是要去探讨学生在学校学习 适应这样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有在组流文化世袭 正好这个地方也把它当作文化资本 一个构面 就是我会不会常常去去看那个报章杂志 去图书馆 那我记得我在十几年前 我姐问我说她孩子要怎么样教育的时候 我就跟她讲 我说没钱买书就多陪孩子去图书馆看书 那么十年后 当然这个 当然他们的家庭的环境本身就很好 我所谓的好事 我姐她非常注重孩子的那个 所以她现在在读台中语中 今年是第三年级了 就家庭的支持 这真的是很重要 那么再来是我就去分析 就是说我透过那个学习自我效能 就是说我认为我可以办得到的事 就是当我去面对一个事情 我有能力 我认为我可以去完成它 真的去做的时候 我也不会去逃避 即使遇到了一些所谓的困难 那么这个两个 这个文化资本 它是一个因 那么这个学习自我效能 它是一个中介的一个变相 那么当他去对应 在那个学校学习适应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的预测力很高 高达七成 就是说我这个 就就是我原住民学生 我的家庭的文化的环境好的话 那么我在文化的 那个主流文化的试习上是高的话 那么当 而且这中间我还有一个 就是说我对我那个 我在那个学习 就在我一个自我效能的 那个程度也高的时候 那基本上学生他在那个学习的 试音上是也会相对的提升 所以你这些 比如说刚刚说构命 我们简单来说就是 文化 文化 还有就是对主流文化的认识 对 如果还有家庭的支持度 对 如果对这个孩子来说 都能够提供很好的支持的话 他其实在学习的事情就不会是一个问题 简单来说 应该说对 简单来说是这样子 而且预测力是非常高的 当然我们讲到文化 我非常强烈就是我们讲的文化 资本师主流就是就是在我的这个地里面 他是针对原住民的那个母 母群体文化 对 他这个母群体文化 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他的认同是有很大的关系 我因为这个认同 让我想去证明一些事情 对 比较容易会产生一些比较正向的一些 那个心理的一个适应的一个策略的选择 其实刚刚王教授也特别提到 其实就是文化差异 其实会影响到就是孩子他学习适应的 这是很大的主因 而透过杨组长的一个研究调查 也得到一个结论 是这样子的影响 不过陈瑶 就是在你的求学过程 您刚刚有说 其实你大概十五十六岁的时候 高中那个阶段 其实有一度就是有一些认同的问题 那后来呢 你后来是不是也是有经过 比如说像那个杨组长刚刚讲的 比如说更认识自己 或者是说 你的同学或是你参加社团 然后让你更认识你自己 所以呢 你会在学业上面会比较好 应该是说 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同学 刚刚前面讲了嘛 这个同学问了我说 你凭什么可以加分 这句话之后 其实就是有震撼到我 然后我就回去 我去做一些思考 那那个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高散了 然后那时候是要填细索 就是指考要细索 你要填什么细什么细 然后刚好我就看了一篇报道 然后就是报道到就是政大民族系 然后其实这个民族系是我以前都没有听过 也没有想过的 因为老师不会告诉你说 其实你可以去读这种系 是 你可以去探讨 去认识自己的文化 老师是不会告诉你可以念 老师都叫我们去念法律系 商学院之类的 商学院之类的 将来会比较好的出入 对 但是 其实我本身 那个时候我很大的焦虑是来自于认同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回馈 或者是我 我自己背负了这个族群的身份 可是我好像都没有给予这个族群 什么样的一个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说 好 我就是要念民族系 那真的进到民族系之后 其实我参加了达罗湾这个社团 原住民学生社团 那其实在这个社团 以及我系上的老师 其实都对我很好 然后让我其实对自己的认同慢慢明确 然后也看到是说 我之后我可以做些什么东西 然后是不是我可以把我的经验 去传承给我的学弟妹 然后告诉他们说 其实我们原住民学生真的不笨 而且其实不是只有法律系商学院可以读 其实我们可以读的很多种 每一条就行行出状元 我们原住民不需要被受限 在主流社会的框架下 其实有很多我们可以去做选择的 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表现得 比一般的学生更好 是 我觉得郑娜学生 这个陈瑶很有自信来表现他自己 但我觉得郑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 怎么说他们原住民的社团很活跃 然后像王老师这样子 接触原住民学生 带他们去各种领域去探讨 但是就我所知 不是所有大学都这样 一般来说大学里面要接触原住民化课程 是少之又少 可是所以像这样政大这样子的环境 到底学校能够提供 在提供什么样的管道 或者学校应该要怎么做 来 王教授 这个是在我们做调查的时候就有发现 所以我们就是制度像是 有做过全台湾的高中职还有大学 然后的原住民学生的分布的调查 然后我们会建议到说 像这样的辅导中心里面应该要有以学校为单位的原住民学生的状况的调查 因为只有你有清楚的调查的时候 当学生发生问题的时候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比较友善的多元化的辅导机制 然后第二个就是有建议到说 只要一个学校有超过30个原住民学生 一定要成立社团 因为社团的那个同侪互助的支持系统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一点我是觉得到目前为止 教育部或者是原民会对这个政策上面都还没有落实 有点可惜 所以我是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那目前为止表现是除了政大以外 像东华大学他们也是都非常的活跃 那小清华的案例也告诉我们说 其实只要就是课程做一些改变 其实原住民的孩子会有很亮丽的一个舞台 表现也会更好 所以换一种方式 其实是我们现在就是针对这个原住民学生适应 而问题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那在政策上面 因为事实上我们国家有通过那个原住民族教育法 可是过去十几年来这个法都没有被落实 那要落实这个法里面就有提到说 像刚刚那个老师啊 他应该要修过多元文化跟原住民的历史文化的学分 才不会出现像当年的那样的一个字 也不鼓励你 应该比较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刚刚南专国中的主任也打电话来说 我们都做得很好 但是那个支持系统里面要有效率的 就是说比如说他的生涯规范的辅导 怎么样让他可以量身打造 让他找到他的那个可用之下 就降低那个中错率这样 那我就觉得这是我们国家在培育原住民人才上面 要非常用心的 所以那个王教授跟您请教一下 您刚刚说至少您支持说在 比如说在高等教育在大学里面 有一个专门对原住民的学生做一个辅导吗 要有一个独立的机制吗 或是机构吗 或是一个单位吗 这个在那个最近原住民教育法的实行细者里面就有规定 然后最后他们教育部跟那个原民会有通过一个鼓励的措施 他有说如果这个学校呢 有超过两百个原住民学生 两百个名额这么高 对 然后他就给他一个大专 针对大专的部分就给他一个原住民学生资源中心 那另外一个就是中学小学 其实都有成立过原住民的 就是国小有资源教师跟资源中心 那可是我们今天的讨论你们发现 最会产生认同问题的其实是在高中值 对 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我们的政策 这一块刚好是一个透白 对 所以我是觉得不管是原民会或教育部 针对这个高中值 因为从那个数据里面显示 这是青少年最离乡又容易因为差异啊 产生最大困容这个 可是我们的政策反而在这一块没有去做配套 是有点可惜 是 但是那个其实杨组长就是从高子来嘛 据我学说我们刚刚所聊 你的学校也有四十几位原住民学生 的确好像在你学校也没有成立原住民社团 或者是针对原住民学生做一个辅导 针对原住民学生 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我们大概就是每个学期 都会针对原住民学生做一个所谓的一个团体的一个座谈 那么这样的一个座谈呢 基本上我们把它当作是当作是一种团体的 就是对 基本上对学校来看 把它当作是一个团体的一个智商 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发现 我们学校就读的原住民学生有没有哪一些是需要 就是需要长期做追踪的 做比较高关怀的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针对他的那个学习的表现上 我们还有一个叫所谓的低层就做谈 但是这个低层就做谈 他就不单单只是针对原住民学生 因为在高纸里面 他的低层就可能一般学生 他也有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就其实在上一年 大概是上一年就类似这样一个学生 他大概在高二的时候跑来找我 他说他想要休学排完组的 那么后来我就跟他分析了很多 那最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讲这么多 可能对你来讲 你目前现状态是听不下去的 我就跟他讲 他的休学单已经放到我的桌上 我说这张单子我先把你收起来 你先 但是这一个礼拜我都不要看到你 我说一个礼拜之后你再来找我 就你就要回去思考一个礼拜的时间 对对对 我说这个单子我就放在这个地方 我说一个礼拜之后不见了 那我就知道你办休学了 刚好那个一个礼拜之后 单子还留着 但是隔了一个礼拜单子不见了 就是应该第二个礼拜单子就不见了 真的那时候确实是蛮紧张的 就过了一个暑假 因为那个时候快要进入到暑假 过了一个暑假他第一天就来我的办公室找我 他说老师我又回来读了 那我说你不是办休学吗 然后他没有 他说他把那个单子拿回去 把他丢掉了就把他 他为什么做这个决定 我也其实很多原住民学生在面对 在面对这个 当我们谈到原住民学生他在学校学习的这样的事情过程 很多时候 很多他这样内化的过程 我都不大敢去触碰学生这个区块 因为我觉得这个内心的世界我想要让他保留起来 就是让他自己 所以我很少会去问这个区块 后来这个学院考上淡江大学 因为他文笔非常好 他文笔非常好 但后来他决定他不要去读 为什么 家庭经济因素 当时我们学校 基本上教务处 教务处导师辅导师 几乎是都动起来 觉得说这个非常可惜 都已经考到了那个 后来是因为家庭经济因素 所以他选择去工作是吗 选择去工作 事实上这个也可以支持 像我针对全国七百个七百一十个原住民学生 高职生做研究 那么那么就那么就是以低射精 这样一个原住民学生来讲 大概有三百一十位 超多 对然后高射精地位 赞了快二分之一 对高射精地位的大概是二十八位 那么剩下就是属于中射精地位 所以说基本上 所以说就很像刚刚 就说基本上原住民他在遇到的很多状况 从来家庭的根本面就基本上就来自于经济面 但是当时我就觉得姐姐交易问题 他不单单他不可以 他有时候可以不需要用钱 像我侄女 我侄女他后来是读台大法律系毕业 那么他读台中女中的时候 他有一段很大的障碍 就是他很怕去学校 他非常害怕去学校 那么但他每个礼拜 他都会去找他的国小老师 那么那么他那个国小老师他他也不问他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 就陪他去去去去去就去山上去践行就做一些比较比较休闲的活动 那么他就这样子很顺利的就这样子把他中女中读完 后来也顺利考上了那个台大法律系 就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家长 我觉得我真的是要多一点时间去陪伴小朋友 但是事实上原住民学生在这地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原住民学生他遇到很大的状况就是他异地求学的比例很高 就是说他在第一时间他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其实他也不敢打电话回家 可能也没有用 他也打电话回家也没有用 对因为太远了 那么就是他要求助呢 他求助怎么办 只要找他的同学或者是说学校 学校可能也不是他第一个选项 对可能是同学 可能是同学 同学的影响对于学生来讲是同学的关系 在这个阶段影响的那个成分是最高的 好那我们先谢谢杨组长 不过我们一位昆英观众还等蛮久 我们先听听看看这位昆英观众的一些想法 来自花莲的阿美族洪先生您好 请说 是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请说 是是 小孩子国家民主的未来 那基本上小孩子应该是在学龄前的时候 我们的家庭要给他一个自信心 学校呢 同样要给他一个信心 当然在整个受教育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 包含刚刚刚大家讨论的这个家庭经济的问题 但是这个小孩子如果在家庭跟学校都建立他的自信心的时候 有很多的问题 在他的身上会被他突破 我想我的小孩在幼稚圆的时候我就叫他 我说我们是原住民 他问我什么叫原住民 我说原住民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原来我们就在这里的 那其他的是从外面进来的 但是因为人数很多 那相信之下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跟人家做正面的比较 所以你必须要从现在开始要懂得怎么样保护这块土地 他就很自然形成一个领导的地位 是 所以他从国小一直到国中 现在在国中 他都受到所有的同学的这个支持 一直到一直到现在 所以我觉得家庭给他的那个 那个信心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在这边做简单的一个报告 谢谢 好谢谢 谢谢 我想我要跟这位洪先生学习 我儿子问我的时候 我也可以这样子回答他 然后增加我们孩子的自信心 来自接下来自用电话来自屏东的蔡小姐 我们来听看看蔡小姐怎么说 请说 是请说蔡小姐 是你好 你好请说 因为我在讲那个都市原住民的那个小孩子 在外面有应付 因为那个爸爸妈妈都一定要在外面工作嘛 所以小孩子难免都一定要在外面跟他们一起 所以讲说 像我的孙子在外面 我问他们说 你们那边同学有多不多 他们说没有几个这样 然后回来 像过年回来 这边的同学们 不是说同学啦 同年龄的 他都不认识 因为他们从高小都没有跟他们在一起 所以说他跟他们都没有认识 变成他们认识的都是外面 然后外面的同学又跟他们又好像有距离 所以说外面的原住民小孩子在外面出现 觉得好可怜 然后像我们怎么讲啦 也没办法先顾到那么多说 每一个国中国小的学校的小孩子都有原住民一两个一两个这样 没办法先顾到说每一个都照顾到 这位蔡小姐我会把你的问题我们来问一下 当看到自己的孙子这样的时候 其实长辈其实会很担心 我们来请我们这边的几位来宾来提供您一些建议好吗 好 我们先请教梁主任 因为我们剩下十大概十几分钟 就是如果从家长的角度好了 就像我们刚刚打电话这位蔡小姐 她看到孩子这样 你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她可以去协助她自己的孩子 来 老师请说 刚才听到几通call in 我们都非常的感动 表示说我们的同胞们 现在都体认到教育的一个重要性 我们原住民要有未来 一定要重视教育 唯有透过教育 我们未来才能够翻身 所以大家都能够体认到它的一个重要性 刚才我很感动的就是 这个除了刚才这一位蔡小姐 还有包括布农族的林先生 她要照顾她四个孩子 在家境这么清寒的环境之下 她依然还在奋斗 那么重视的教育 我们都非常的感动 其实我们屏东县原住民文教协会 在屏东县我们在五十八个部落 我们都有成立部落的客服班 因为为了要减轻这些家长们的负担 我们就想办法协助 所有学生进来这个客服班都完全免费 而且我们还提供晚餐 这些孩子们 在我们这样 还有好多的志工的协助之下 去年我们有统计 现在正在读国立大学的 屏东县的客服班的学生 这些都是在偏远迪西的孩子们 现在有221位正在就读国立大学 私立大学我就不算了 因为有的考17份也有大学可以念 另外有21个正在读研究所 五个已经读到博士班 有一个已经出国了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我有透过教育 我们原住民才有未来 那你们的家庭也才能够翻身 那家长呢 那家长 你有什么建议给家长 对于家长本身呢 我们刚才都已经看得到了 反正是成功的这些孩子们 往往都是家长 比较重视孩子的教育 那我们身为家长的 我们要多抽空陪孩子 因为我在马家国中 曾经问所有的孩子们 你们最想要对爸爸妈妈说什么话 是 他们都说 爸爸妈妈你们都很忙 什么时候才有空陪我们 他们希望家长陪 对他们希望家长陪 这是他们第一个希望吗 因为他们的家长都是在 在外面工作 在外面工作嘛 那当然他们还有其他的一个期望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对孩子的期望水准 期望水准 我们必须要适当 我们往往都会拿孩子的成绩 跟班上第一名的比 跟全校第一名的比 给孩子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呢 如果我们让孩子跟自己比 跟他上一次的成绩 来相比的话 这是比较公平的 孩子也比较可以接受 另外就是说 我们原住民的家长们 我们要为孩子的未来做准备 所以我们要养成除序的习惯 我们往往就是在孩子 要进入到升高中了 升大学 升研究所 或者是出国留学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都没钱呢 最后孩子呢 可能就只好放弃了 另外就是说 我们原住民的家长很少跟学校的老师联系 这个拜托 我们要多跟学校的老师 要常常电话联系 尤其你没有事 常常都是在外县市工作 你要常常打电话 跟学校的老师联系 聊看看自己的孩子的情况 你才会知道说你的孩子 目前他进步的一个情形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父母亲也要充电了 进修了 我们除了说 平常说要去听演讲啊 参加学校的亲子座谈之外 我们也要多买书 因为呢 我曾经问过 我们马家国中的家长 好 你会为你的孩子来买书的 请举手 只有百分之十 那百分之九十的家长呢 就没有买书 可是有一些真的是 除工地而居的一些家长 非常非常的辛苦 就像杨主任所 杨主长所讲的 大部分的原住民的父母亲 其实都是属于高劳力的工作 我下班工地回来 我真的很累了 那我还要照顾我的孩子 有些家长 其实他是心有余额力不足 对于这样子的家长 您觉得您有什么话 想要跟他们一起鼓励的 麻烦一句话好吗 好 请说 所有的家长们 我们辛苦是为了什么 努力是为了什么 我们都是为了我们的孩子 所以呢 我们要常常鼓励我们的孩子 他已经在面对学校 还有我们整个大社会困境的时候 我们家长必须要变成一个支持性 支持性很强的一个力量 这是目前的孩子们最常有的一个心声 所以就是家庭的支持 父母亲真的是会给孩子很大力量 不过抱头目我想跟你请教 其实这几年您做的是部落重建的文化 你之前跟您请教 您也觉得其实在部落里面 其实有一个力量可以去协助 我们自己原住民的青少年 那在这个部分您可以稍微再帮我们多谈一些 其实这个力量 其实刚刚杨主长提到的这个文化资本这个问题 文化在部落里面 部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在一个大家庭里面 食所所指 食目所示 小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 那如果说在文化议题 像比如说我们卢凯族的这个百合花的 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议题的话 可以教育它什么叫男士的胆士在哪里 女性的圣洁在哪里 融入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 教育的本身就是生活 第二个我们现在的基督教的信仰 几乎我们整个原乡部落 几乎都是基督教的这个信仰 其实牧师这个宗教的力量 介入的时候这个灵性的这个修为也会增强 如果再加上我们学校里面 有四个核心的能力 组织规划的能力 还有科技的应用 知识管理 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整个整合这个整个部落里面的这些 所谓的这些专业的都在学校 那如果这个教育的这个这个区块 也能够纳进来教育文化信仰融合在一起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孩子们 事实上可以在部落 非常的这个有豪气的这样可以走出来 不过那个头目就是其实现在 像头目讲的就是文化跟 原住民的文化跟教育来结合 其实 还有中教 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是台湾的教育 一直在做的 可是我们现在还是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很明显 也许我们在这一点在台湾的教育里面做的还不是很好 不过我知道那个王教授 你一直在观察在这一块的领域 学校还可以再做哪些努力 或是政策上面还可以再做哪些努力 我还是很强调说 从学校的立场就是要建立那个支持系统 然后这个辅导机制里面融入对原住民文化有了解的老师 但是如果真的要就是让原住民的教育 动起来的话 真的是要做到刚刚几位那个 特别是梁理事长 他这几年真的是在部落做文教协会 真的是做得很好 对 然后就是把学校家庭跟部落整起来 才有可能会有机会 那另外我们还知道那个司马库斯 他们也是做得真的很好 他们甚至还在 除了民主教育以外 他们小孩子到竹东的时候 他们还发动让部落妈妈去那边租房子 然后轮流去煮饭 这就是部落的集体的力量 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比较好的一个 一个可以给大家去思考的一个范例 那青春是人生很重要的狂包邀期 那原住民的家长其实要珍惜自己的教育选择权 然后把这样的教育自主的力量拿回来 然后就是去关心孩子的成长 是 陈瑶 其实您这样子刚分享你的人生经验 其实我们要面对问题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去求助比如说家长或老师 其实要面对是自己 面对自己 所以你对现在原住民的青少年在救度 也许有些茫然 你有什么话麻烦帮我们分享一些好吗 大概几句话请说 我觉得首先就是你要认同自己 然后要有自信 一旦你有自信了 你就会去想 你就会去反思说 我适合什么 可能主流的教育体制不一定适合我 我可以走技职体系也好或什么都可以 就是要有自信力 要认同自己 原住民的学生不会比一般生差 好 杨组长也是 曾经遇过这么差的老师 怎么走过来 那现在孩子也面对这样的问题 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如何面对自己 是 我觉得那个 在这之前我要先 我的论文里面 我发现南部的学生 在很多的指标性的一些那个数据里面 我觉得南部学生是优于花莲区还有台东区 也是显著的 也是文化的文 没有 我现在才知道原因在哪里 原因是我这两位学长 好 好 帮我们一旦分享一下 请说 OK OK 时间剩不多了 请说 那么 就 好 请说 进去说 好 那么就是我认为原住民学生 原住民家很多都会采用放 他会认为这个是一个自由的方式去对待小朋友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把自由把它扩大解 它是一个放任 对 所以我认为要多花时间陪伴小朋友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感谢五位特别来宾的参与 我们还会继续关心原住民教育问题 请锁定 远地发生 感谢你 我们下期再见 好 非常谢谢 好 非常旧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台湾有超过45万的新住民 很多妈妈从远地嫁来台湾 今年寒假我们将跟着八个孩子 坐飞机回到千里之外的外婆家 看看妈妈的故乡 了解妈妈怎么长大 一边玩一边认识外婆和亲户人 现在就跟着他们到外婆家放寒假 从2月18日起 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 在原室十六频道 法律辅助再卡多 零二六六三二八二八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